现在已经把所有的积蓄 都用来注册资金 和启动金上面 但是还差一点 不过你们可以放心 我呢 会尽快把钱搞定的 还差多少 我这儿有点 别闹了 你的钱留着娶老婆吧 你离开世纪畅赏之后呢 我就捡了大便宜 当上总监 也挣了点钱 这钱呢 本来确实是要留着娶老婆用的 现在好像不需要了 搞定了 吹得死死的 什么呀 别闹 好吧 那我接受 你把老破本拿进来 作为启动金 那我也答应你们俩 你们两个的婚礼 我一定要办得更风光 那一帆哥 既然我们家默默掏了钱 那我们也算是这里的 大股东了吧 是啊 那既然是大股东 我就得行使一下股东权了 我呢决定 以后咱们公司所有的纸啊 笔啊 文件夹 收据单 发票单 等等等等 全部由我一个人负责 好大的事啊 要不要喝咖啡 要 哪的 哥伦比亚的 哥伦比亚有咖啡吗 有 哥伦比亚有没有文具啊 当然有了 怎么说我也是大股东 你们好歹尊重我一下啊 好 大股东 写咖啡杯呗 毛总 嗯 我觉得这个整体换了之后 格局 我觉得明显就不一样了 还多亏了你帮我做的策划方案 没有 我跟你说 我最欣赏你的是想象力 走 但我现在发现 光有想象力是不够的 如果没有钱的话 有再多的想法 都是零啊 哎 这可不太像是 你说出来的话 我记得你以前最爱说过的一句话 想象力是一切财富的根源 我印象非常深刻 马总 那个时候我太年轻 年轻气盛 不懂事 你可千万别那么说 我跟你说 你啊 跟我真的挺像 就属于那种 闷头拉车不看到的嫂 马总 这一次的事情 就像我电话里说的 真的是挺难办的 所以 我才亲自过来 哎 你跟我千万别客气 因为我相信 所以我才叫你过来 我告诉你啊 这次的案子 我把它交给你呢 是我个人的意愿 我就是想帮你渡过难关 谢谢马总 我一定会尽全力 完成这个任务了 好 是这样 这次这个项目 是一个高尚死罢度假村 是由台湾老板 在大陆投资的 这个老板 会生活讲情调 在酬劳方面 也不太会计较 哎 你现在的情况 我也清楚 所以 怎么实施 怎么运作 你呀 交给我啊 你只要把这个案子做好了 我保证 咱们一定双赢 这份资料 好好看看 三天时间 希望你能做出一个 完整的策划案 有问题吗 没问题 交给我吧 这个事啊 可千万别跟任何人讲 这可是你私人 私下接的 这个 是定金 五万 马总 你把这钱收了 你的那些事 就能解决了 马总 马总 您听我说 这钱我收不了 小人 我们都是按规矩来的 马总 我喜欢的规矩呢 是先把案子给做了 先给您看 您如果看了满意之后 再付钱也不迟 行 小人 就按你 习惯的方式来 那么着急干什么 喝杯咖啡 养清蓄锐 安福远 两杯咖啡 我跟陈青之间的那些事情 早就已经是过去事 我很清楚 我跟他回不到从前 但是我对叶林不一样 一帆 如果将来 你跟叶林不能在一起 我也希望你能够尽一切的努力 去保护他 大功告成 这就是我凭借着我自己独一无二的 审美情趣 打造的一个完美的工作室 虽说有点小吧 但是我觉得 五脏俱全 你看 最好的这台电脑 最大的这台电脑 当然留给你用了 不过呢 它还有一个好处 除了工作以外 就是如果我坐在这边偷懒的话 你是完全看不见的 不过这个事件是很公平的 如果方宁在那边睡觉的话 你就可以用你桌上右手边的仙人掌 直接来砸他 看他还敢不敢 同时呢 这个工作室几乎所有的笔 方宁我都留在你的桌子上 我相信这些笔呢 你是一辈子也用不完的 所以不许偷懒 每天都要努力工作 听见没有 莫莫啊 我觉得你真是太帅了 你要知道我最最最最喜欢的 就是你现在这个样子 对了 这个东西呢 大师提醒了我 以后谁要是敢欺负我 我就拿它对付谁咯 作为一个话都说得不太清楚的女人 麻烦你此刻说点正事好吗 好吧 对了一帆哥 咱们这个案子做完之后 是不是可以拿到这个数啊 哇 两百万 少掉一个零还差不多 二十万三天还行 谁跟你说三天啊 一天必须完成 顶多给你们两天时间 对付继续刚这种人 必须快 狠 准 对一帆哥 我无条件 无代价 无精神损失费 支持你 我有条件 说 我需要度假村免费双人 包年异性 按摩 异性当时没有 我帮您回避一下 好啊 要不同性吗 别别别 我刚练过 一点新鲜感都没有 谢谢你 不用了 不用了 别说不留外人天 来嘛 你跟你回个工作 过来 鸡董 打得真好啊 呦 马总来了 来了 茶给您备好了 鸡董 您太客气了 难得马总赏脸 让您跑一趟不好意思 来 喝茶 您季董一句话 我怎么敢不来呢 听说马总最近在忙一个 四八度假村的案子 这么小的事 也瞒不过您季董的耳朵 很不够意思啊 是担心众星 几下的广告公司实力不够嘛 不肯照顾我们生意 季董 您这就严重了 这么小的一个案子 您哪 都没用那立即弯腰 去捡它 可是这回我就想弯一弯腰 把它捡起来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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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三天时间 案子已经出来了 请您过目 马总 您不需要确认一下吗 辛苦你了小人 这个案子 我会派其他人跟进 我还有其他案子 你来做 好吧 还有小人 那个咱们上次 说好了一个定金 现在就当辛苦费 你收好 马总 如果案子 不是我跟进的话 这个钱我是不会收的 这 这个可以收 收着 收着 马总 我今天过来 不是跟你要钱的 我只是想知道 当初说好的 让我跟进这个案子 现在 怎么变成这样 小人 咱们 出去逗逗方 我和你好好聊聊 还记得 那时候的创世纪吗 记得 但是从来没有看到过 创世纪全熄灯的样子 马总 你不是有话要跟我说吗 我要跟你说的话 全写在这座大楼里 这个世界的规则 都掌握在 有钱有势的人手里 因为只有他们的介入 才会产生财富 马总 我没有明白您的意思 有什么不能明白的 就是说 现在这个策划案 我已经交给 中兴膝下的广告公司做了 他们就是故意的 你说的没有错 他们的确是故意的 任一凡 如果你不能进入这个圈子 你就只能被他们那伙人 任意摆弄 如同这个大厦熄灭的灯一样 你们的命运 都掌握在 拉电闸的人手里 马总 我已经把这个策划案写好了 蚂蚁是不能定天的 更何况 适合众星公司抗衡这种事情 以你的自温 是完不成的 一帆 这是你赢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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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回来 怎么样玉凡哥 对我们的杰作还满意吗 怎么样 不错 快点快点 我们在等你的好消息啊 对啊 二十万拿来 对啊 怎么只有五万块啊 你想钱想疯了吧 这只是个订金 没有这是全部的钱 这次的案子被取消了 所以 就只能拿到这些 之前我们又不是没有碰上过这种事 你要真那么想就好了 毕竟以前在公司那些案子 也不算是真正属于我们的案子 药都吃伤了 别有事老一个人扛着 对啊一帆哥 案子被撬又不是第一回了 咱们以前在公司 东森这种事干得还少吗 你就别沮丧了 没事 放心吧 我在想其他的办法 其实我觉得挺不甘心的 让你们白忙活了那么久 这客气的话就别说了 对啊 我们现在资金缺口到底多大 两百万 两百万 今天这件事我还没有缓过来 主要是 没有想到季学刚这个人 竟然会跟我们几只小蚂蚁斗 他要跟我们斗 我们就慢慢跟他斗 现在可不是慢慢斗的时候 创世纪已经全面下滑 众星集团随时可能并购创世纪 如果众星集团 启动了并购的模式 这就像滨海沉船 谁都没法拦 来吧 继续 有时间在那里 你都没有想到 我看他们什么 你都没有想到 什么 没有想到 你都没有想到 那么快 你懂得 你怎么想到 他要做 你怎么想到 我能做 你怎么想到 我没想到 都没有想到 你怎么想到 我没想到 水还没躺下来 就知道以后的路不好走了 不睡了 怎么起来了 我们也该回去了 你能坚持下去吗 当然可以了 水慢金山我也要坚持 来 喝点 你怎么那么精神 里面装了马达呀 岂止是装了马达 只有非凡公司坐起来 才能跟季徐刚搞 所以我每天 都会灌自己一杯鸡血 时刻提醒自己 季徐刚做的所有坏事 她对叶琳 她对陈青做的每一件事 我都会一笔一笔地 找她逃回来 我都会来 你怎么还在想 我都会在家里 我都会来 我都会在家里 在家里 我都会来 你怎么会 所以我都会 那天 我都会在家里 我都会在家里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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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自从那天晚上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可有些 感谢观看 我一个 都是我的 我过过 我说起 就忍心 没想到 默默默你别 你们每个人 不敢再不敢 我们两个 相一样 守护人 叶总 你们怎么来了 干吗还叫我叶总 叫我叶玲就行了 在你的办公室 还是叫你叶总吧 这么大一个公司 我也就剩这一间办公室了 你们怎么上来的 不还没有拦你们吗 他是我哥们儿 他平时越会穿什么衣服 怎么跟女孩谈话 都是我教他的 你今天在这儿 还是他告诉我的 我们才来的 有卧底 比我混得好 你们来干什么 我们知道你见过一帆哥 不过 我不想提他 不想提他 那你还给他一张 练了那么大的纸票啊 反正钱对我来说 又没有什么用 凡凡很挂念你 你也很挂念他 你真的可以 现在放下这些负担 跟我们再重新开始的 凡凡不会亏待你的 这是我爸留给我的 就算他空荡荡地 变成一个躯壳 我也会在这儿待到最后一刻 不会离开 我觉得 只有我在这儿 我才觉得我爸没有离开 如果我离开了 我就真的什么都没有了 你都这么说了 我们也不知道说什么 真的一点余地都没有了吗 我早就已经决定好了 那好吧 总之不管你有任何的事 随时来找我们 当然也包括樊梵 那我们先走了 等一下 不要告诉一帆 你们来见过我 来 țin 讲 怎么是你啊 怎么不说呀 我的纸笔刚好用完了 正好附近有个采访嘛 都市就说了 购板了超市 跟以前不一样了 都没人的 不用排队 对不对 哎呀 声音怎么那么冷清啊 是啊 没人了 就跟创世纪一样 已经经费西比了 还没问你呢 凭空消失这么久了 你还当不当我是朋友了 当然 对了 我还欠你一顿饭吧 谁问你饭的事了 你自己算算 我打多少个电话 你接过一个吗 忙嘛 你不也是挺忙的吗 创世纪拱手相让了 世纪畅响也不在了 你现在孤伦灵一个 你忙什么忙呀你 你找我有事吗 对啊 那不如这样 我请你喝咖啡 去 来吧 你跟季旭刚 真的分手了 我说你怎么 就这么关心 季旭刚的女人们呢 不是 我就好奇 我就随口一问 草就断干净了 我也觉得自己挺可笑的 你说 季旭刚那种人 他都能为爱豁出去的 我却跟自己说了那么多 什么门当户对啊 背景相当的道理 你说我当时脑袋 是不是被门挤了呀 没有 没有被门挤 你想得特别清楚 你跟我说啊 你当时很幸福 他呢 就是你要找的那个 白马王子 就是你要站在那 对对对对 我承认 我脑袋确实被门挤了 行了吧 我承认 好吧 承认 不凉太了 最近忙什么呢 我忙什么不重要 我也不绕弯子了 你有难处我知道 我想帮你 你出了这么大的事 我已经知道了 我早就想帮你 可你呢 你拿我当过朋友吗 我的电话你接过吗 要不是今天在这碰上你了 你是不是打算 一辈子都不见我了 你告诉我 你现在到底需要 哪些方面的帮助 都已经落实了 只不过呢 我现在还有一点犹豫 犹豫什么呀 叶琳给了我三百万 但是她不愿意加入公司 她想留在创世纪 那你们现在还有机会 在一起吗 我真的不知道 行了 不说这事了 反正你给我记着 为你出力 在所不惜 好端端的攀什么盐 攀的哪门子盐呢 给你们点动力啊 你需要动力 我们又不需要 少废话 来了 好端端的攀的 喂 凡凡 快下来 快去医院 叶总晕倒了 来 来 她在小区路上晕倒了 还好晕倒的地方人比较多 发现她的阿姨查看她的手机通讯录 最后一通电话打给我 我就赶紧赶紧 她刚醒了一下 我也不敢问她有什么事 医生说 她好几天都没有睡觉了 也没有按时吃饭 着了凉 抵抗力又差 就晕倒了 方妮 这几天就辛苦你了 多照顾照顾她 放心吧 还有 不要跟她说我来过这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当眼泪撕心随风的飘荡 能不能让我收留你的爱上 你没有回答就已经是回答 总好过你说无妨 我们之间反复隔着巨大海洋 明明我就在你出手可及的身旁 为何你还看着远方 坚持停留在过不去的过往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골� 我对你的爱就像无限透明的amment人輳